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用GEMOBI上手统计学第14个单元 类别资料分析的第2部导读影片 上一部导读影片是说明在第14个单元里面 这本电子书所介绍的4种 类别资料分析方法的示范的问题 背景以及要在运用线性模型处理 这些统计方法之前 资料要做什么样的 转换或是准备 准备 如果还没有看过的建议先回去 前一部影片去看 在这里会特别着重的是 在这个类别资料分析所运用的 线性模型是什么样的一种线性模 在前面的单元就是 从T减定到变异数分析 我们所使用的线性模型是叫做 一般线性模 在第14个单元我们将会认识 通用线性模 这两种模型最大的差异 就是在于说 一般线性模型 它的一变向 资料残差分布 也就是 在我们在 在任何统计方法都会谈到的 检验试 检定 或者是 考察 适用条件都会去谈到的 这个 残差分布呢 对于一般线性模型来说 它必须是 符合或逼近 常态分布 相信常态分布是什么样的几率分布 大家 应该都很熟悉了 通用线性模型呢 它的一变向资料 残差分布呢 可以是任何一种 几率分布 也就是说 只要是分析者认为 新天的这个 资料 它的残差分布 是符合 任何 我们曾经在这个电子书有谈过 或者是 在电子书没谈过但是 数学家已经承认 存在的几率模型呢 都是可以 用的 就拿这个单元所 介绍的这 四种方法 其实 其中光是 适合度检定以及 独立性检定 它们 他们的残差纪律分布呢 其实是 是 逼近所谓的 普瓦松纪律分布 不过同学们不用 不必知道什么是普瓦松纪律分布 也还是不妨害 害对于 你学习 这两种的 检定 的方 方法 好 那建议同学呢 你们可以直接从现在这个电子书的这几个连结 先下载 下 下来 那么就可以 开启 你的 GEMOBI看看 这个示范档案的内容 那其中呢 同样再提醒一下 你 这里的示范档案都是 要使用这个 外挂的 GEMOBI套件 GAMLJ 才能够用通用线细模 模型 去使用它 那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呢 在 如果你的 本机的 GEMOBI呢 是 已经 你的版本 跟我现在画面上所 秀给你看的 是一样或者是更新的 版本 版本 的话呢 你可以在frequencies 这个 这个 模组里面看到 有一个 Log Linear Regression 的功能 那么 它是 一个 通用线性模 模型的 功能 你可以 你可以 除了用 用这个 这个 这个模 模组 下面 这些 对应的 功能 来去 来去进行练习 之外 你也可以 增加 用这个方 用这个方式 来比较 看看 怎么样 他的 分析方法 会跟 会跟 这个 会跟 这个 模 这个模 模组的 分析结果 还有 frequencies 上面的 这几种 减定功能 有什么样的 不同 那另外呢 在 Regression这个模组之下 它有 几个 Rogistic Regression的 这个功能 那这几种是 一般线性模 模型的 功能 如果你 对于 你知道了 这个 通用线性模型 跟 这个 比较是 程式化的 类别 资料分析 功能 的一些 相同 跟相异的 地方之后呢 你自己可以 再去使用这个 Log Ninian Regression 或者是 这个 Regression的 就是 Logistic Regression 这样的一个 功能 去测 测试 好 在类别资料分析的这四个 中文化 特制的 示范 档案 我都是 已经 放置了 这些 用 运用 这个模组 所制作的 一个 初步的 範例 那这个答案 可能会跟 这里会 现在这我们这里就以 适合度检定看到的 这一个 卡方值 你应该会注意到会跟电子 树上的会有 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会有什么 那么 那么究竟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样的 不语 是什么样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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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定的结 结果 那为什么 跟 这个 卡方 检定 是 不大 相 相同的 那这个 是让 同 是 这个 在 这样的一个 线性模型 教成 需要同学 去 认识的 一个 重 重点 只要你能够掌握了 这四种方法的 运用 通用线性模 通用线性模 模型 或者是使用一般线性模 模型 去 做出来的 结 做出来的 方式 有什么样 不同的话 那么这 不止 你可以 可以更深刻认识 这些 检定方 检定方法的 内涵 那更能够 为 更 更 进阶的 统计方法 打 打下基础 好 那这是 第 14个单元 类别 资料分析 第二部的 导度 影片 祝各位同学 学习 顺利